我保准你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得掉下 男人只是在戒指上轻轻一摁 晴朗的天空就瞬间乌鱼密布 刚当SG一穿越来到一个古老星球 村民的穿着打扮宛如中世纪的英国人 诡异的是村民看到他们来了之后 慌张丢下东西就往屋里跑 拖鞋都没来得及穿 杰克逊想用英语和这些人交流 哪知这些人根本不买他的帐 他们发现了一个被铁链锁着的女人 就在几人查看女人状况时 突然一个男人拿着十字架 战战兢兢朝他们走不过来 并且请求他们不要伤害自己的老婆 杰克逊立刻示意自己没有恶意 男人看到众人没有敌意后 便壮着胆子走上前说自己叫西蒙 提拉克击碎铁链放了西蒙的妻子 西蒙看到提拉克使用的正是魔鬼的武器 以为SG14小强是魔鬼幻化而成 会求几人不要抓走自己唯一的爱人 欧尼尔说我们就是普通人类并不是什么魔鬼 西蒙这才壮着胆子邀请几人进屋喝茶 他的妻子脸上长满了疙瘩高烧布置 村里的传教士认为妻子中了血 所以决定将他献祭给魔鬼 卡特说这种症状在地球被称为水痘 只要多喝些开水过两天 他的病情就会好转 杰克逊猜想只要生病的人就会被献祭 而他口中的魔鬼就是被勾阿鲁德寄生的人 突然屋外响起了悠扬的号声 村里的士兵大喊着魔鬼来了 紧接着一个丑陋的生物就进入了村庄 欧尼尔一眼便认出了那是乌纳斯 也是勾阿鲁德寄生的第一个宿主 但上次不是被他们干掉了吗 提拉克却说他们只是杀了其中一个 乌纳斯这种怪物其实是一个主 勾阿鲁德找到人类这种完美的宿主之后 便放弃了这种丑陋且智力低下的怪物 乌纳斯进入村庄看到祭坛空空如影 便朝着村子里的人大吼 说他的主人让他来带走五个祭品 如果日出前还不能凑齐就会带走全村的人 说完就离开了村庄 几人猜想这个乌纳斯是索卡尔的手下 所以他们打算干掉乌纳斯拯救这些村民 就在这时传教士在村民簇拥下来到村子 他看到提拉克额头上有个假法标志 立刻大喊提拉克的体内住着魔鬼 欧尼尔说刚刚进村的那个怪物才是魔鬼 他们可以帮村民干掉那家伙 可无论欧尼尔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传教士愤怒地表示几位人都应受到惩罚 他轻轻抚摸了一下自己手上的箭子 天空就瞬间发生了一边 等他们再次醒来时已经被关在了监狱中 提拉克则是被打的遍体鳞伤 欧尼尔后悔自己不该多管闲事 传教士让村民把提拉克带到一个湖边 然后在他脚上拴上一块大石头 决定将他丢进水里淹死 如果水都淹不死那他们就会用火烧 显然今天提拉克必死无疑 提拉克戴上头罩后便被推下了水 欧尼尔几人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却无能为力 提拉克死后被带回了教堂擦拭身体 但死透了的提拉克突然醒过来 欧尼尔等人听到声音前来查看 原来是提拉克体内的勾阿鲁德救了他 就在这时传教士便闻絮而来 传教士为了不让魔鬼图村将四人选为祭品 加上西蒙的妻子正好是五个人 传教士把几人锁在了祭台之上 天亮后乌内斯准时来到村庄 他用手中的武器拔出了锁面 欧尼尔嘴巴见兮兮地挑衅对方 结果被乌内斯狠狠揍了一顿 借着乌内斯押送五人赶往新门 途中欧尼尔几人暗自使了一番脸色 便稀稀朝着山坡下面翻过一下 虽然几人使用这样的小伎俩暂时逃脱 但拴着的铁链却让他们行动缓慢 很快傻大哥便追上来踩住了铁链 恰好此时西蒙带着武器赶来了这里 你� When you dare to challenge me Shoot it You shall join them in hell You will remain here until i finish with this one Shoot it Shoot Shoot 西蒙剑打不死这玩意也只好夹着尾巴逃跑 傻大哥被激怒后便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朝着这个卑微的人类追了过去 剩下的几人本想去捡武器 但铁链另一头却死死扎在了大树上 他们费了老大的劲才拿到了武器 几人利用武器击碎铁链后 便迅速沿着乌奈斯的脚步追了上去 就在西蒙疯狂逃命的时候 传教士也来到了森林 愤怒地质问他为何要偷走那些武器 众人听到树林里传来的惨叫 感到时却发现乌奈斯和西蒙都躺在地上 提拉克立即查看了乌奈斯的伤势 表示他体内的勾阿鲁德已经死透 传教士彻底相信了SGE不是魔鬼 还愿意交出手中那枚威力巨大的戒指 完事之后众人准备返回地球 卡特却在拨号的一瞬间停了下来 他感受到勾阿鲁德正在传教士的体内 提拉克立即拿起枪指着对方 传教士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欧尼尔毫不手软的两枪便了结了他 临走前SGE嘱咐西蒙要将新门埋葬起来 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就这样SGE四小强再次完美完成了任务